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鱼啊鱼啊水中游 游来游去了游游 那个小红红 你过来 你过来嘛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啦 小红红 我问你哦 你知道你没有脚 所以你都是要游泳的 我觉得我的脚胖胖 而且走路很慢耶 像你这样游来游去 好像比较好哦 嘿嘿嘿 我也要跟你一样 这样也很可爱啊 我一定要把你游泳的样子 学起来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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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游的吗 好好玩哦 嘿嘿嘿 原来小红红在水里面 是这个样子的 嘿嘿 我要在学校一点点 等一下我看到小红红姐姐 和师傅 我一定要考考他们 看他们知不知道 这样是什么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这是什么啦 我怎么好像看到一只蓝色的毛毛虫 在那边扭来扭去 小心啊 可别不小心掉到水池里咯 你真的很笨笨耶 我那么厉害 学得很像 你还是不知道这是什么 乌瓜 你真的越来越没有礼貌咯 你怎么可以骂我笨啊 明明就是自己学得不像 还怪别人咧 好骂好骂 小红姐姐 对不起啊 可是 你真的猜不出来 这个是什么吗 我还真的看不出来 嗯 嗯 那你再表演一次吧 好 我动了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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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看嘛 哈 那个到底是什么啦 我还是觉得 像是蓝色的毛毛虫啊 啊 你真的很不坏耶 我明明就学得那么像 你怎么还是不知道啊 一定没有人学的 比我还要像的好不好 喂 做人不要太自满哦 就像你现在这样 摇头摆尾 不然 你干脆告诉我答案好了 那我再看看像不像嘛 我要说答案喲 我学的就是 小红红啊 嘿嘿 是不是很像啊 我就说吧 一定没有人学的比我更像了 小红红姐姐 你说的那个摇头摆尾是什么啊 你可以告诉我是什么意思吗 哈 摇头摆尾啊 原本是形容鱼儿悠然自在的样子 现在是用来形容 人摇头晃脑 轻浮得意的样子啦 就像你刚刚觉得自己学得很像 所以就很轻浮得意的样子啊 我没有啊 我只是以为自己有一点点厉害 可以学小红红很像 来 我说个故事给你听哦 在阳光下 一只疯姿婀娜的切牛花 正在闪动着她 那碧绿油亮的叶醋 她觉得 此刻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仙子 臭美的切牛花 一边故隐自怜 一边得意洋洋的 在邻居们面前炫耀自己的芳容 切牛花左顾右盼 以为此刻 肯定会有很多邻居 正在眼巴巴的望着自己 眼神中 肯定会充满着赞美 渴望 或者是嫉妒 可是 切牛花失望咯 尤其是 她旁边那棵枯瘦的老树干 无动于衷的神态 简直令切牛花气恼万分 切牛花大喊 诶 你这个满身赖皮的老家伙 你干嘛老是在我的脚下踏来踏去的 你是不是该挪挪地方啦 现在 你就从我的面前滚开 老树干抬起头 冷冷的看了切牛花一眼 然后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 默不作声的想着自己的心事 切牛花讨了个没趣 但她又拿老树干没有办法 哇 那个切牛花好臭屁喔 怎么可以乱骂别人啊 她真的是很坏的切牛花耶 还那么骄傲咧 还有还有 于是 好生是非的切牛花 又朝着在后墙周围 长满蜜虫的黑刺里发起火来 她对着黑刺里说 喂 你 黑刺里 老弟 你看你 有一个多么难听的名字啊 你再看看你自己的样子 让人看了 就想冲上去揍你一顿 尤其是你身上那些可恶的疾刺 真是让人看了不舒服耶 他们简直是太刺眼了啦 欸欸欸 你怎么不理我啊 难道你当真不知道 你的叶子挡住我的光线了吗 快把你那丑陋的叶子挪开 快点 啊 真的很想揍那个切牛花欸 怎么快这样啊 任凭切牛花如何叫喊 正忙于自己事情的黑刺里 就像是 她本来就不存在一样无动于衷 并不是黑刺里 听不到切牛花那尖酸刻薄的讽刺 而是啊 她根本就不屑于回答这些问题 索性直接拿他们当耳边疯了 切牛花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 可是 任凭她如何叫喊 谁都不理睬她 正在这时 一只正在晒太阳的老蜥蜥说话了 其实啊 她本来是不想说话的 只不过 因为看到这番情景之后 她忍不住的责备切牛花 欸 轻浮的切牛花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居然愚蠢到了这个地步 你责怪老树干嘛 你要知道 正是因为你依靠在这棵老树干上 你才得以扶摇直上 只有攀圆着它 你才能向上生长 你在责怪黑刺里吗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要不是黑刺里身上那些极次的保护 你这个脆弱可怜的家伙 早就被那些过往的行人踩死了啦 切牛花哪里受得了这些挖苦 她气急败坏的 很想找些语言来予以反驳 但是想到老蜥蜴那犀利的话 她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老蜥蜴打开了画夹子 并没有就此打住 她继续说的话 更使切牛花张口结舌 老蜥蜴说 我看见你这个家伙就讨厌 你只知道徒劳无意的拼命往上 却不知道在邻居中间和睦相处 这样的你迟早会彻底完蛋的 哦 哦 很好听哦 这只老蜥蜴真的好人耶 她说的还有道理哦 哼 这就是轻浮得意的下场啊 诶 在聊什么轻浮得意啊 师傅 是一个很坏很骄傲的切牛花啦 真的让人很生气的切牛花耶 小恩姐姐说的故事好好听哦 师傅 你太晚来人了 师傅 我们刚刚是说的摇头摆尾 所以呢 我就说了一个 骄傲又轻浮得意的切牛花的故事给乌光听啦 原来是这样啊 那乌光你听完故事有没有学到什么呀 有啊 我们都不可以像那个坏坏的切牛花一样 因为这样会让大家讨厌 哦 还有就像这朵切牛花 她轻浮得意骄傲的态度 为了让自己一直往上趴 不但用言语及态度伤害了别人 也会为自己在人际关系上 筑起一道厚厚的墙哦 其实 工作 生活和学习中都是如此 人们总会因为追求利益 或者理想而忽略周围的一切 徒劳无益地拼命往上钻营 往往会因为忽略与周围人之间的和睦相处而失败 对啊 我其实啊 真的很不喜欢轻浮又得意的人 像我家附近的邻居有个大哥哥 因为他家里很有钱 所以要什么有什么 可是 他平常对大家的态度就是 反正我家有钱 所以又怎么样啊 而且啊 他说话又很轻浮 实在是让人很讨厌 又觉得很不舒服啦 他在我们那个附近 都没有人喜欢他欸 我应该也会讨厌那个大哥哥 就像我讨厌那个花千九花一样 对了 你们刚刚是不是说到摇头摆尾 怎么会说到摇头摆尾呢 哦 都是雾光啦 他刚刚学小红红游泳的样子 还叫我猜 我根本就猜不出来 还一直说他像一只蓝色的毛毛虫啦 嘿嘿 嘿嘿 小恩姐姐 明明就是你没有很聪明好不好 小红红教我 人家我学得很像啊 嘿嘿 好啊 要不然 你也学小红红给师傅看嘛 看看师傅觉得你学得像不像 你也可以顺便教教我跟师傅嘛 这句摇头摆尾呀 说的很有意思 你们仔细看水池里的小红红和其他鱼 它们游泳的时候 是不是摇摇头又摆摆尾巴呀 总有种怡然自得 悠然自在的感觉 可是你们想想 如果人摇摇头又摆摆屁股 这样摇头晃脑 是不是就给人一种轻浮得意的感觉了呢 哦 对啊 我刚刚也是这么跟乌光说的哦 诶 乌光 你不是要表演给师傅看吗 快点表演啦 好啊 那我要绕你们看看我悟光的厉害咯 我看我未经许的小红和其他鱼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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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呦 嘿呦 嘿嘿呦 嘿呦 嘿嘿呦 嘿呦 嘿嘿呦 天天還行 罰喜充滿 让我们一起身体好 来运动 拜拜我的头来拜拜头 拜拜我的头来拜拜头 摔摔我的手来摔摔手 摔摔我的手来摔摔手 松松我的肩来松松肩 松松我的肩来松松肩 张开双手伸呼吸 抬抬我的脚来抬抬脚 抬抬我的脚来抬抬脚 蹲蹲我的脚来蹲一蹲 蹲蹲我的脚来蹲一蹲 扭扭我的腰来扭一扭 扭扭我的腰来扭一扭 张开双手伸呼吸 哎 笑脸 你来了 等一下呀 我叫卧光却帮我买东西了 今天也要麻烦你 帮我教他写功课啊 哎呦 不用客气了师傅 现在老师出的功课 越来越活了 有些功课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帮他 还好有你 真是帮师傅好大的忙啊 哎呀 我也没有做什么啦 师傅 您太客气了 那你先坐一下 我去准备点心 不然 待会卧光回来又要吵了 啊 师傅 那个 呃 嗯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嗯 要怎么样才可以让吵架的人和好啊 嗯 吵架呀 那要看吵架的人是什么关系 是为了什么吵 不同的问题又不同的解决方法 啊 是哦 能跟师傅说说吗 嗯 也不是不可以啦 就是啊 前天早上 我们班在打扫教室的时候 男生就用抹布当球 扫把当球棒 几个人就在教室后面玩起来啦 卫生鼓掌就很生气 一直叫他们不要玩 可是男生就是不听 结果啊 男生就用抹布打到卫生鼓掌 然后卫生鼓掌吓一大跳 就跌倒撞到桌子 然后桌子上的花瓶就倒了 还好那只花瓶是塑胶的 不然就惨了 我们其他人就帮忙拿抹布 把洒出来的水擦干净 再把花和花瓶重新整理好 唉 那还真是辛苦你们了呀 对啊 男生真的很讨厌耶 因为卫生鼓掌是女生 结果就引发男生跟女生的战争了 战争啊 哦 师傅 您还笑得出来哦 我夹在中间都快累死了 我跟男生比较好就被女生瞪 跟女生比较好就被男生驱离 哦哟 真是受够了啦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相处嘛 毕竟都是同一个班级的 没有必要这样逗来逗去啊 结果放学前开班会的时候 老师就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女生就说 男生打扫的时候都在玩 希望男生好好打扫 男生就说 女生打扫的时候都在聊天 希望女生自己先做好 老师就说 大家要好好相处 不可以吵架 既然两边都有错 就一起好好反省吧 希望从明天开始不要再吵架了 唉 可是已经三天了耶 男生跟女生还是没有和好啊 哎呀 吵三天了呀 看来事情很严重呢 那主要吵架的那两个人 这三天有什么互动吗 嗯 他们都没有说话 我跟几个希望和平的同学 本来有计划要让他们先和好 可是他们只要一见到对方 就立刻转身就走 连看都不看对方一眼 不管我们怎么劝都没有用 哦 师父 怎么办啦 我真的很不喜欢现在班上的气氛 只要一方的同学做错 另一方的人就会嘲笑他 好像掌握住什么胜利的感觉 嗯 不如把他们两个当事人 约出来一起玩游戏怎么样 哦 游戏 是啊 透过游戏的竞争 有输有赢 是不是可以稍微发现一下 对方的情绪呢 哎 或许是个好方法哎 就是说不打不相识的感觉 对不对啊 要是能成功就好喽 叔父 我来了 隔壁的婆婆请我吃草莓大福哦 好好吃哦 嘿嘿嘿 嗨 乌光 你回来了 那我们去写功课吧 咦 小莲姐姐 你这么快就来了 嗯 因为我有点事想问师傅了 什么事啊 问我也可以啊 我是卧光超人的 我可以帮你哦 其实也没有什么啦 就是我们班的男生跟女生吵起来了 我在想 怎么样才能帮他们和好了 对了 小莲 你在协调时候的态度也很重要哦 不可以反而让他们有不舒服的感觉 哦 什么意思啊 所谓人和 是和 利就和 人缘 是缘 利就缘 人跟是要处理的缘滑 道理才能派得上用场 我们人懂得放下执着 才能在人群中学习 有智慧的人 才能学会尊重别人 缘 师傅 你是说小莲姐姐不够缘吗 那 小莲姐姐 你要吃胖一点 你要吃胖一点 才会圆圆的哦 师傅不是那个意思了 我们做人 就要学会尊重 感恩和爱 没有尊重 就会不止感恩 不止感恩 就无法尊重别人 要是连感恩 尊重都没有 自然就不会有爱 哦 所以 我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呢 你要用真诚 智慧的心去影响别人 告诉他们 必须学会尊重和感恩 对方才会尊重你 而只有你们 互相尊重对方的时候 沟通才会有效 啊 听起来好难哦 其实一点都不难 只要你不要摆出高姿态去劝说 基本上就不会出太大问题 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 社会不是很平静 大家的心都不定 有些修行者 就认为 应该要先远离这样的社会 先让自己得到以后 再来教化别人 有一位修行人就这么做了 但是越修行 就越是对这个动荡的社会很不满 他想让大家和睦相处 却认为自己很有智慧 谁都不能问到他 哇 他好有自信哦 那他一定很厉害哦 嗯 然后他就拿着一只火把 上街就说 世界太黑暗了 我要以这只火把 为大家引路 照亮你们的内心 哎哟 这种说法好讨厌哦 旁边的人看了都摇摇头 不想理他 佛陀 佛陀觉得这个人本意是好的 但是缺乏智慧 自大了点 就想来点醒他 于是就问 你真的什么都知道吗 修行人说 你有什么疑问尽管提出 我都能回答 佛陀 佛陀就问 天文地理 四十循环的道理 你懂吗 那个什么东东 我都听不懂哎 嘿嘿嘿 修行人也听不懂啊 就摇头说 这太高深了 佛陀又问 你知道如何治理国家 让人民变得有钱 并让社会祥和吗 又如果 有别的国家的人打过来 我们要怎么防范 修行人就说 原来我知道的这么少 他立刻放下火把 潜心向佛陀求教了 嘿嘿 他被佛陀打败了 哼 谁叫他换讲话 佛陀说 若多少有文 自大以傲人 是如芒直据 照笔不自宁 就是 不能以为自己 听了多一点道理 就自以为是 瞧不起别人 就像盲人拿着火把 明明自己不认路 却要帮别人引路 根本是用错方法了 哦 我知道了师父 您是怕我会跟这个人一样 不小心变得自大 乱跟别人讲道理哦 师父 您放心啦 我会小心的 我会注意自己说的话 还有真心想要帮他们和好的心 嗯 一个人的见解是有限的 这个宇宙存在很多很多道理 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学不完的事情 所以不要认为自己只是比别人多读了点书 多学了点知识 就比别人厉害 就可以不尊重别人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人必须要知道感恩 学会尊重 爱才会来 要让别人尊重你 听你说话 就必须先尊重别人 好好听别人说话 我们需要的是真诚 有智慧的爱 而不是自大 自私的爱 只要我们心中有了爱 就能够好好对别人付出 大家也才能够感受到真实的爱 嘿嘿 师父小小脸 一直在讲爱来爱去的 嘿嘿 五瓜 你也会害羞哦 嘿嘿嘿 爱有很多种样子 同学的有爱就是一种啊 小脸 你要加油哦 用一颗良善真诚的心 去跟他们好好沟通 我相信 他们一定也会感受到 你对他们的有爱 哦 哎哟 一直爱来爱去的 我也害羞起来了 嘿嘿 好了 都去洗洗手 吃点心吧 好 谢谢师父的爱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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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先 你 我说 我说 乎 entries thousand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